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142节 李泰屁股上的疼痛是云叶造成的 还以为李泰的恶意机关最多就是一盆水呢 谁会想到居然是一个装满了沙子的沙袋 裴英现在还头昏脑胀的躺在书院的地牢里回气呢 对于云叶的暴力,李泰没有一点办法 告诉自己的母后,让她呀给自己做主 谁知道这母后居然说,男子汉大丈夫,挨了揍,要么忍着,要么就去打回来 跑来母亲跟前告状,算什么 下次再敢告诉我,我会再揍你一顿 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李泰就会想办法坑云叶一把 只是到现在,这战绩呀,为负数 每次坑人不成,自己就会挨揍 云叶从来没有和自己讲过理 拳脚是他唯一的依仗 李泰深恨之 老公说,你的这个破玩意儿行不行啊,能不能挡出窦眼山 我似乎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把你的破玩意儿给摸了个通透 这到处都是漏洞啊,跟个塞子似的,要是被那家伙给破了,那你的老脸往哪吱上啊 如果挡不住,你早说啊,我另想办法 云叶对公输墓的机关之术实在是没有多少信心呢 那些机灵狗碎的东西,能挡住窦家 一进化,把老头激动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眼就都红了 你这样的妖孽,老夫活了七十年,就见到你一个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你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如果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视老夫机关之术如无物 老夫今日,就从这水塔上跳下去 还有什么颜面在书院里,耀武扬威啊 云叶抠一抠耳朵 七十岁的人了,还叫的这么大声 看来啊,还有几年好活 有这样的保证,云叶就放心 看着在永道里转圈圈的这个豆剑山 云叶笑得像一只狐狸 心里想啊,猴子和驴子不比脑子 跑去比吊长 你们都以为老子傻了吗 真正的世家,人命并不值钱 至少和家族的传承比起来 哪怕是族长的性命都不会比一只鸡的命更加高贵 云叶不敢和豆家真正的比拼实力 更何况他还没那个传说中的实力 如果不是李二硬鼻的 他会和豆家保持最远的距离 遇到豆焰山呢,会嘻嘻哈哈的打招呼 说不定啊,还会做东,请他吃个饭,喝个花酒之类的 谁喜欢给自己招惹强大的敌人呢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那个是太祖 这种有着超级难度的事情 还是交给太祖他老人家去做吧 云叶只想好好的在家里享受生活 把老奶奶养到寿中正寝 把几个妹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然后呢,自己生几个娃 没事干自己在家里打孩子玩 那也比和豆家这种庞然大物 拼老命要强的多呀 没法躲,也躲不过去了 李二就等着云叶回来 发动自己这件事 到现在呢 云叶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敢去问裴英 似乎啊,他家早就放弃了他 来书院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 让裴英孤零零的躲在书院里等死 大家族的心都是石头做的 不知道皇帝和裴家做了什么样的交换 反正裴英是被放弃了 除了豆家一门心思的想把他包成肉包子 吃了之外呢 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 他自己也似乎是认命了 躺在床上看着房顶 眼睛都不带眨的 云叶拿了几个包子 端了一碗粥给他送饭 踹了两脚呢 他才有反应 脸上堆着笑意 眼睛里却是死寂一片 你这些天就待在这里 如果闷了 就找些书来看 书院的课程你不熟悉 需要提前预习 尤其是算学 对你来说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新天地 云叶把包子递给他 又说了 你现在待的地方是书院的地牢 你知道吗 书院里所有的学子最害怕的就是到这里来 他们宁可挨板子 也不愿到这里来 如果你住不习惯 可以让他们给你换间房 这里虽然安全 得待久了会出毛病的 云雄 我很喜欢这里 真的很喜欢 我真想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我太喜欢这里的安静 看得出 他说的是实话 短短的一句话 他一连用了三个我字 证明啊 他的确喜欢地牢 云叶拍拍他的肩膀 就关上门出去了 他的饭食呢 是小食堂做的 和李泰 李克吃一样的饭食 也经过同样的检验 云叶不想他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 又爬上了水塔 问李泰 你表哥走出去几回了 六回了 不过他好像还是不愿意放弃 现在坐在婴娘的小饭店里吃饭呢 养足精神 还会来的 李泰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性化的教育 用真人来掩饰事物的发展 是他最爱的 他突然问云叶 叶子 如果我没有办法破掉这躲迷宫 我会把墙凿穿 或者是挖地道进来 那你一样会输啊 哦 那你干嘛不去试试啊 窦燕山明显比你聪明 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的两条路啊 自然是有原因 不要说凿墙了 书院周边又没有疯子 他从哪里不可以进到书院来 为什么要绞尽脑汁的想要破开迷宫 好好想想再说吧 闭着眼睛的公书木突然说道 小泰 你不用想着凿墙了 也不用想着挖地洞 这两样都是死路一条 墙建造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只要把一面墙推倒 所有的墙都会倒 所以谁砸墙 谁就会死 再说了 墙是建房子剩下的石料建成的 一时半会儿还凿不穿 除非用弓成锤才行 至于挖地道 你自己好好想想 云叶瞟了一眼公书木 这老家伙对于李泰已经算得上是关怀备制了 看样子呢 有收尾关门弟子的趋势 李泰也不言语 低头沉思 窦燕山又一次徒劳无功 每一个岔路 他都做好了标记 他走了所有的涌道 一处都没有落下 每回当他以为要找到正确的路线的时候 迎接他的依然是书院的出口 疲惫的坐在大门外喝了一口 护卫送来的唠叨 见书院护卫一脸的同情之色就问了 还有人破解过这条机关吗 怀公子的话 在公子来之前呢 我家侯爷刚刚从这里进去 还带着一个人 护卫是无所不谈 你家侯爷用了多长时间 窦燕山知道 带进去的人一定是裴英 他已经顾不上了 现在只想要知道云叶用了多长时间 破解这条密道 呃 红叶这总共出来过三次 第四次只用了一炷香的功夫 窦家的护卫头子立刻就咆哮了起来 公子啊 他这是书院的院判呢 当然知道这个机关在哪啊 您对这里一无所知啊 自然会用好长的时间 咱们不破他的什么烂阵 这就闯进去 看他能奈我何 花音未落呢 窦燕山是一记耳光 就抽了过来 不等护卫头子反应过来 就对其他的护卫说 这个书院 全名是皇家玉山书院 也就是说 这里是皇家的地方 再有胆敢胡说八道的 家法处置 众人一惊呢 窦家的家法不是谁都可以承受得起的 轻则是皮开肉赞 这纵则那是古断金折呀 这也是为了窦家几千口人 为何甚少有顽固的原因 小公子 由于得到家里老祖宗的宠爱 大家都对他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养成了那种跋扈的性格 最终招来惨祸 现在听到窦燕山的警告 自然是公身应诺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书院护卫发话了 刚才那位大哥的嘴巴子挨得着实不冤 我家侯爷昨天才回来 今日呢 是第一天到书院来 公书先生早就准备 要难为一下我家侯爷 自然不会把这里面的隐秘 告诉侯爷 就是小的 也被魏王殿下严厉警告 不许透露出一点消息 在下用人头担保 我家侯爷一点不知情 就是靠真本事进去的 不信 您可以问问李刚先生 掏劳人家罪是中正 想必不会欺骗诸位吧 窦燕山刚刚升起的一点怀疑 听到护卫这么说 立刻烟消云散 他可以怀疑李刚先生的学问 却不会怀疑李刚先生的人品 李刚花了一夹子打造的个人品质 还是很坚挺的 窦燕山猛然想起 自己为何要在这里和书院比试什么机关之学呢 只需要到皇宫里向太上皇讨一道旨意 云叶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阻挠万分呢 现在麻烦了 如果现在去皇宫 想必云叶就会对整个长安的人说 窦家破不了书院的阵法 只能依靠强权来强举豪夺 还算什么诗里传家的豪门贵气呀 几千年的传承就传下个以试压人 坏了 从自己踏进大门的一刻 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自己家从被欺辱者变成了前来书院砸山门 挑战书院学问的砸场子的人了 自己从出现到目前 进退两难 就一头钻进人家特意设置好的陷阱 可笑啊 自己还以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小场闹剧 自己翻手间就可以破掉书院的迷阵 谁知道折腾了两个时辰 自己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迷阵破不掉 自己就无法进入书院 这座大门就是拦在窦家复仇大道上的一道巨石 想反悔已经晚了 书院又在不远处推倒了一段围墙 一大群学生簇拥着先生 把窦燕山围了个水泻不通 七嘴八舌的问他到底有没有办法破了迷阵 自己把赌注都压好了 表哥 你破阵了没有啊 我已经压了五百文 参票赌你胜了 你千万不敢输啊 要不然我后半个月那只能啃馒头了 李泰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的表哥样子丑陋 表情恶劣 听着背后的马蹄声 窦燕山知道自己彻底输了 那些骑马的人不用说是去长安宣扬此事的 想必用不了多久满长安城的人都会知道窦家要挑战玉山书院 至于自己小弟的惨剧 再也不会有人提起 世上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太监而已 哪有万世家族挑战心嫩玉山书院来的刺激啊 窦燕山握紧了双拳 关节处都变成了白色呀 他咬着牙说 窦家 余境会破解谜阵 把伤害我家小弟的凶手随时万段 窦燕山才出血浅 自认解不开谜阵 我就不相信这一个小小迷阵会挡住我窦家复仇的脚步 裴英 你给我听着 近日就让你多喘一天的气 明日我会再来的 说完 推开人群 骑上马 向长安奔去 云叶从英娘的小店里钻了出来 神情阴郁的看着窦燕山的背影 大家族就是不缺少人才呀 一番话把书院逼到了死角 世上没有破不开的迷阵 这是一个常识 窦燕山自认不敌 认书认得是光明磊落 还再三说明 不是妒忌书院的学识 而是因为书院包庇了伤人凶手 那窦家不得已才来应战 到时候书院就再也没有借口阻挠他们复仇血恨了 李二的计划也会落空 虽然云叶还不知道李二到底有什么计划 我是不是应该把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七个字换成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可爱的数字呢 把顿趣的一找回来 七位数的密码要想靠手工解开 窦家还需要在传承两代人才行 云叶也觉得自己很无耻 至少现在很无耻 关心时事政治是所有京城人士的共同特质 大长安如果一天没有发生什么劲爆的话题 那怎么算得上是天下城市之首呢 在静街鼓敲响之前呢 窦家大战玉山书院的消息已经取代了昨日 昨日礼部侍郎刘元郎得马上风不幸半身瘫痪的噩耗 成为新的热点话题 刘延是长着翅膀的 只有一条小缝 他就会无孔不入 这开始呢还不错 都是说玉山书院和窦家 因为裴英的死活起了争执 窦家老祖宗不依不饶云云的 这后来呢 因为裴英的名字过于女性化了 很快就成为啊 裴家老祖宗 这人老心不老 为了一代红颜 这裴英啊 这不惜于玉山书院的蓝天侯起了争执 这一老一少为了争夺裴英决定在玉山大战一场 红颜配少年自然是良配 中间搅进来一位鸡皮鹤发的八旬老翁 准备横刀夺爱 在这样的谣言下 民心的相辈已经不言而喻了 窦燕山回到长安 才给家里的长辈通报了事情的进展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啊 挨了十把子家法 一拳一拐的从祖辞里出来 就听到这个惊天噩耗 提起了刀 连屁股的伤都不顾了 就要冲到书院找云叶拼命 窦家的老祖宗德高望重十几年了 这下子直接被人家把声望降到和云叶一个水平 一个是年高德昭的老勋贵 一个是名声雀起的小泼皮 长安三害之首那不是泼皮是什么呀 被他父亲窦见得制止了 夺过他手里的刀 扔给护院就转身回了大堂 只说了两个字 跟上 乖乖的随父亲到了大堂 看见老祖宗正在笑呵呵的说话呢 哈哈哈哈 老夫言紧了一声 林老陆花丛 也不错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在长安城算上一号人物的 这谁身上没背几些恶心的传闻呢 前些日子老夫听闻几位老友相继去世 心中就是大事悔恨的 明明交情莫逆 为什么就想不起一起干过那些让人回忆的趣事呢 想起来只有刀光剑影和失礼筹合 未免有些无趣 如今蓝天侯替老夫补上这些风花雪月 心中无汉仪 豆家的名声太好 这不行 一大家子 没几个败家子怎么行啊 燕山 你们以后不妨去烟花之地多逛逛 也替豆家向外面宣扬一下 豆家不只有道学先生 也有师父风流的雅士 豆炎山 噗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边叩头边说 孙儿再也不敢了 求老祖宗 从轻处罚 老头子挨掩半天才从椅子上站起来 旁边的子孙没有一个人敢去搀扶 老头子从不让人搀扶 上一个这么干的儿子 被发配到了沙漠里当活子去了 从那以后 除了老头子身边的七十几岁的老仆人 就没有人敢去搀扶老头子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